- 發尾的是非 放開雙手 任由你想想 到嘴邊的餘味 真的感覺盲目地到處 孫中還好嗎 前陣子是不是跌倒 就是常常跌倒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起早起到晚半 那我 大理石要 像把我跑公車 你家太大了 對 所以就跌倒 你塞在滾 然後急著要趕快去坐在馬桶上面 對 你們會不會 你有這麼遠嗎 你們會不會 比較少 但是 沒有 我是開完刀之後 就常常 腸胃蠕動特別快 就是說來就來這樣 說來就來 都不出不了 然後你憋不住 但是你那時候是膀胱 所以我可以多憋你50公分 你是因為真的就沒辦法 所以才會這樣 就變腸肇腸症啊 他什麼時候來你不知道 所以常常在浴室摔倒 從洗手的地方跑到浴室腳是死 又有幾幾百塊 所以就會滑 真的很危險 那我覺得真的 就是家裡面的浴室 就有小朋友 有長輩的時候 真的很危險 像我們家以前小朋友很小的時候也是啊 我們住房子那時候 地板都油夠滑 你還乾絲分離喔 我們是乾絲都在一起的 洗完澡地板我們都濕的 小朋友進去上廁所就滑倒 超危險 怕撞到頭啦 那尤其我們現在有年紀人一撞 那個斧頭是很傷的 太危險 太可怕了 我就潑在FB 8加9它竟然有一天 他找人來 今天看怎麼是 西裝革履的8加9 今天怎麼穿得帥啊 今天拍三位啊 國際商務會議 對啊 那都騙人對吧 今天聽了很高興 說我這個笨兒子 聽說我會在浴室跌倒 所以要來幫我把浴室做的 不會跌倒的 對啊 這個就是齁 我就說8加9有情有義就這樣 他自己就會主動處理 所以你介紹你的朋友 他是那個 居家安全達人 居家安全達人 居家啦 對 居家 居家 不只有浴室 紫華還有什麼 還有像扶手 無障礙空間 噢那種 那種 全部都有包 我們就一起整體規劃這樣 就是你想到要有安全給老人一個方便的地方 就找他就對了 對 那清潔鍍膜找你就對了 對 所以你們開的商會就是這種商會 還有更多產業 類似一些工程類的 八大產業都有 八大產業 八大產業是做O 做O 是產業類別 你要講清楚說明白 沒有我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意外不意外 小禮盒 來幫我做 還有 聽說 這麼 正在康復期 我們想說準備一下 謝謝謝謝謝謝 我後來 是買這個墊子 是 要不然我自己摔到都快嚇死 所以你要怎麼做呢 我們等一下會用防滑劑來做施工 視覺上他可能沒那麼明顯 所以我們會用儀器來做 讓孫總看他的前後數字差異 OK 好 那也跟孫總報告 因為黑色的食材 因為這種防滑劑 他是屬於一種 腐蝕的工法 所以他的色澤就會稍微下降 也跟您報告 我們也有帶樣品 就是說給大家看一下 說他這個就是同一片磁磚 然後施工錢跟施工厚 然後你就可以摸摸看 這厚這錢 對但是外觀上他沒有任何差異 然後我跟你這邊借個水 好 然後你就可以試試看 他兩邊的差異 喔 有有有有 其實大力的時候配的東西 他都沒有過他昨天才跟我講 喔 他本來就說現在要來看我 對啊 我這個沒有做好功課 所以我就 我昨天還問他 到底要幹嘛 他說沒有啊 你跌倒要幫你黃滑 我說那就是拍黃滑嗎 那應該怎麼辦 我說我跟你講 唉唷 誰叫你上來的 所以接下來 就請你們做囉 是 大概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完成 好 對 測試就是用這個萊拉R測試 對 然後我們就會先歸零 然後去測試看摩擦系 那現在測出來可能就是 0.38 那在國際標準時的話 0.5是安全 0.6是非常安全 0.38就是要小心的數字 尤其油水的時候更滑 就會很容易滑到 那我們等一下 也會來做一個 油水的測試 好那我會先灑一點水 在地底上 好那這邊數字就可以看到說 油水的地方 數字再更低 所以就是它更滑 那這也是很多達理師 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法華施工之後 再來做一個前後的對比 現在是做千里的動作 對 先做清潔打掃 然後把過去的一些污垢啊什麼 我們都會先一起清淋掉 這是特殊的清潔劑嗎 還算是特殊的清潔劑 因為常用的家用清潔劑 其實在除造構上 它會非常的不明顯 因為像沐浴乳洗髮乳 它的造構其實是屬於石油產生物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 比較除油的清潔劑來做 那其實齁 很多長輩在家裡做清潔 最好用的其實是 除這種 洗髮乳 沐浴乳的造構 是非常的有效 我們清潔完畢 所以我們現在就會上 防滑劑 那我一般做的其實 就會在上面上 包好的一層 然後上一致三次 那後面就會讓它的藥劑去做 腐蝕產生反應 那整間施工完之後大概會等了 10分鐘到15分鐘 然後讓它的表面 產生那個毛細骨變大 就可以達到防滑的效果 濕濕的上也可以 濕濕的上也可以 因為其實就是要讓它去產生作用 所以它不用等它到乾啊什麼 它本身是耐水性的 那等一下施工完之後 我們就會再做一次清潔 防滑施工完 我們就會做清洗的動作 好讓我們在刷洗的過程中 也讓大家看一下 施工後的數據怎麼好 因為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目前在外觀上 幾乎是它沒有任何改變 其實跟原本的食材是差不多 我們通常就會多撤幾次 0.86 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都符合這個國際標準是 0.6以上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跟傳統我們貼這種方法貼啊 或者說鋪地墊 最大的差異其實就在這邊 就是它不改變外觀 然後又可以在家裡變安全 對啊 所以他們要送我黃滑店 要來抱貼 我說不要 我說你要把我貼那麼醜 你會摔死 好好漂亮亮亮的浴室 被搞得跟鬼一樣 這邊貼一塊 那邊貼一塊 所以很感謝你們今天 會不會 繼續做嗎 你還要順手先看一下 它沒在咬的嘛 對不對 對沒在咬 我多強啊 我都知道咬 太專業了 你知道嗎 只會化妝 只會化妝 我不會喊 我不會喊 對 我跟妳講話 現在呢 要我去 蘋果 出腳底板的感覺 去感受 有沒有改變 這裡又讓你們知道 我家的蜜呢 是這樣嗎 沒有改變 其實還好 現在有水 就應該更黃 沒水應該感覺更清楚 跟原本比 它沒有這麼的黃 對 好辛苦你們 等你們弄好 我們等一下再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天 因為呢 我在香蕉那邊 認識了小賴對不對 因為變賴總 不敢啊 我才是一個 賴總 我們那時候是兩年前了吧 對兩年前 因為看他幫香蕉拍清潔 那我就主動邀請他來 那他以為我真的要叫他來幫我清潔 其實我是為了替他補膜 因為我覺得 這種小孩很認真 值得鼓勵 所以到現在 你變賴總了 沒有啦 只是小總監這樣而已 好東西好朋友分享 所以他今天帶來一個好朋友來跟我分享 保抗鬥手 欸 保一下 保安全啊 不是要你保證 欸 你賴總 居家安全達人 為什麼要居家安全達人 為什麼要居家安全達人 因為啊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又辭窮了 煩死了 沒有他很乖 他在B看到我說我在浴室跌倒 那他現在有一個什麼會 B&I的國際商會 相關行業的一個整合會 對對對 那他特別請來一個好朋友 要幫我的浴室重新改造 讓我黃滑 讓我不會跌倒 是 這樣子不是講就好了 不然講不清楚 又緊張了 那屁啊 那你要自己拍片 聽說你會做居家安全達人 也是有故事的 對 是因為我奶奶是失智患者 然後我爺爺是癌症長遭患者 才開始做這行 就為了照顧老年人 對 因為孫總也可以猜一下 我是念什麼科系畢業的 又吧 是 我是念大氣科學 科氣下 哈哈哈哈 我也給我老大 你也給我講一下 氣下科學 來做這個居家達人 你真的很孝順 家裡遇到了 然後想說第一線去服務 所以我以前去伊甸華山基金會 都是第一線幫忙長輩洗澡啊 真的啊 就想說怎麼照顧長輩 你是長子啊 在家裡邊是長子 難怪 長子責任心比較強 做這個之後呢 幫助這麼多人心裡有什麼感想 我們以前會做後端 那後來開始做居家安全 不管是俯首防滑 就是希望說 避免異味發生 因為我們看很多家庭 其實都是 預防重於治療 沒錯 因為老年人一摔不得了 所以在他摔之前 我們要先把它做好 不要讓他摔 是 所以才會有居家安全達人 我們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在做嗎 除了防滑 安全踢壓 對 樓梯升降椅啊 電梯無障礙 其實就是說 讓家中更安全的整個規劃 怎麼都有在做 喔 我們會跟設計師跟家屬 來討論說 以後未來長輩的生活空間是什麼樣 那怎麼樣設計是更安全的 大家一起討論一起設計在裡面 就不會有突兀的感覺 是 重點是用美觀 美觀更安全 它是荒荒相扣 喔 你看人家講話是比你厲害 對啊 賴走 不要這樣 來 你的公司是 你看 我 聚酸清潔居家怒魔 所以今天非常謝謝小賴 帶來她的好朋友 讓我不要再跌倒 因為上次跌倒還好沒有受傷 那我們也想到PotoMb 這種八加九的小孩 對我看到會擺在心裡頭 所以我常講說 其實這種小孩 反正比較有意氣 那今天帶你來讓我認識 對我來講 也是 心存善念 基因等 所以我們很快 就讓這支片子 可以盡量 早點讓大家看到 怎麼樣讓老人家 可以不要跌倒 老人家可以比較安全 家庭安全最重要 預防 剩餘治療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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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賴 掰掰 謝謝 謝謝小賴 小賴 嗶 謝謝 超 bullied dachte 謝謝 謝謝 envisioned 說 you i know you better than anyone you know yeah i know exactly how you bottle things up inside